日本人的奇思妙想一直在挑战我们的脑洞 他们的一些发明非常天才 还有一些非常古怪 下面就是一些看上去有点怪 但很实用的小发明 只要用过一次 你就再也离不开它们 一、可以转动了座椅 旅途中可以将座椅转到任何角度 二、解放马尾头盔 头盔上有一个洞 女生带的时候可以把马尾拉出来 三、公共厕所中的婴儿座 出门在外再也不用担心怎样安置小孩 四、单身咖啡厅 一个人去咖啡厅怪怪的 这间咖啡厅就很懂单身人士的心 会在对面座位放一个可爱的玩偶 让人叫得不孤单 五、十字路口的斑马县 东京十字路口的斑马县非常人性化 啊、还有专门的对角斑马县 六、iPad支架 不管躺着还是坐着 滑iPad都能解放双手 七、狗狗太阳镜 这个发明怪怪的 但家中有狗狗的人应该会忍不住买吧 八、定音麦克风 想放声高歌又怕影响别人 就用这款麦克风 戴上耳机只有自己能够听到歌声 九、浴室拖鞋 日本人觉得浴室比较脏 需要有一双单独的拖鞋 十、懒人支架 有时候想要趴在地上用电脑 这款支架就派上用场了 十一、名字门牌 日本的街道大多没有名字 房子也是根据建筑日期牌号的 到陌生的地方找人很难 这款名字门牌一下子就展示出了屋主的身份 十二、节水马桶 洗手池和马桶结合 洗过手的水用来冲马桶 非常节俭 十三、自住商店 日本的很多商店没有店员 顾客可以自住购物 十四、恐龙酒店 这间酒店的前台是一个七七恐龙 他还戴着可爱的帽子呢 十五、汉堡店的纸巾 大口吃汉堡不太雅观 这种纸巾上印有人的嘴巴图案 把它放在汉堡上面 吃的时候正好挡住自己的嘴 十六、可变形榻榻米 榻榻米很有日本特色 这款还能变形成为椅背 十七、雨伞支架 日本很多公共场所都有雨伞支架 只是投币上锁 不用怕被偷走 十八、容易打开的一开罐 厂商改良了一下拉环 让它更容易拉开 这些东西在日本很常见 但我们觉得超新奇 如果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东西 生活一定会方便好多 过去下转了一下 不过去下转了一下 我看你仍然是几个人 好帮助 我看到了一句话 不过去下转了一句话